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那么最新的消息又是关于习近平的 他又要出访了,之前是访问了香港 那还是在这个中国境内 那么他这次要出国访问了 据英国卫报的消息 是沙特阿拉伯正在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 来欢迎习近平访问沙特 这将是习近平两年半以来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英国卫报提到了说在沙特 习近平会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规格相当于川普当年访问沙特 然后说这与现总统拜登 在沙特之前所遭受到的冷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当时拜登在沙特阿拉伯 不仅受到了非常低调的接待 同时他也没有能够说服沙特 对美国增加石油出口 报道中说 这显示出拜登跟沙特的实际领导人 萨勒曼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而跟中国的关系逐渐的升温 我看到这个报道呢 我就觉得写这篇报道的人 他对这个时政的分析能力 还是很欠缺的 就是对于在中东地区 中国的影响力跟美国的影响力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完全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的 我觉得有点过分夸大了 中国在中东的作用 沙特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 并不代表就跟习近平 有多么的亲近 我们去看一下沙特的这个军事装备 基本都是美国提供的 在中东 一个是沙特是盟友 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 对吧 这几乎可以说是难以动摇的 特别是当有伊朗这样的一个强敌的话 那么沙特没有别的选择 他也不可能说疏离美国 然后投靠中国 这是没有这种选项 不可能的事情 这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 我们从来讲事情 不会一厢情愿 一定是有理有据的 一定是看当事人 当时的这个利益攸关方 他们的利益所在 从一个更现实主义的角度 就能够分析出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沙特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 是绝对不可能说背弃美国的利益 然后投靠中国 那么为什么拜登受到冷遇呢 那很明显那是你跟川普做了一个对比 川普是一个营销大师 他是一个在镜头前 能够表现的非常的吸引人的 这样的一个公众人物 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国际形象 在全世界不断的被孤立 逐渐的成为孤家寡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急需朋友 那除了俄罗斯以外 他就要拉拢在中东的一些国家 能够为中国提供 比如说能源 而萨勒曼也不是傻子 他面对中国这样一个 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 他当然是要给足面子了 他知道中国重视面子 美国不重视面子 美国重视的是李子 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说拜登去不需要有多大的排场 美国不讲究这些东西 拜登也不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川普需要 川普喜欢这个东西 而且川普是一个外来人 他是个局外人 他刚当总统 他需要光环 他需要展示政绩 比方说在这个新加坡 他跟金正恩的会晤 实际上你说有什么意义吗 我不认为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朝鲜到底玩什么把戏 那不是完全被看透的吗 这个政权虽然是所有事情都是台面底下的 你看不到任何的信息数据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体制 了解历史的话 就知道 他们不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权的生存吗 对吧 维持这个专制的体制吗 那发展核武器干嘛呢 朝鲜去玩这个核武器 去这个勒索全世界 他们到底想干嘛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什么时候该对他们让步 什么时候该对他们强硬 我觉得美国已经 把这个朝鲜抓得死死的了 这种会面就跟中美的贸易谈判一样 是各取所需的 这种临时性的安排 有利于当时的美国的政府 有增加政绩对吧 能够给国内的老百姓去看 看我们这个政府做了哪些工作 摆平了很多国家什么之类的 但实际上他不这么做这些 这个美光灯下的这些活动 也照样可以摆平 而拜登去沙特 不需要像习近平 像川普去沙特那样 不需要有这样的 这个很大的排场 中东作为美国 现在要撤出的地区 他现在要把精力 放在印太地区 所以说呢 这种战略转向 当然会引起沙特的不满 如果美国撤出的话 那谁成为中东的美国代理人呢 那么这个时候 很可能就是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成为中东的 一个美国代理人 美国大哥走了 那底下小弟谁来摆平 所以沙特对美国撤出中东 实际上是有所不满的 你也不能说 他们认为美国是靠不住的 美国的战略转向 这是很清楚 它是基于自身的利益 它不可能是损失自身的利益 去为了别的国家 没有任何国家会这么做 但是拜登去沙特其实是在强调 我们美国不会离开中东 你可以大可放心 总的来讲 美国跟沙特的盟友关系 不会因为美国内部的政治的变化 哪个党上台了 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当然了可能关系有好有坏 但是再坏也坏不到哪去 它仍然是盟友关系 这一点要清楚 美国现在大的战略方向 是从中东撤出的 自然这些国家要表达自己的不满 包括跟中国的关系 在进一步的加强 但是中国再怎么跟 这些中东国家关系加强 在中美彻底脱钩 决裂甚至冲突的时候 这些国家也没有理由 站在中国这边 所以今天的中国政府 其实在想方设法的 去拉拢那些美国的盟友 但是到目前为止 真正的成效 很少 基本上都是在口头上 让这些中国五毛小粉红 激动开心的 都是在口头上 对中国的一种表达 特别是联合国 有些小国家 对中国的支持 这种支持都是出一张嘴而已 你让他们有实际的支持吗 他们不仅不能有实际的支持 还得要中国去贴钱 去花钱去养着这些国家 或者是国际组织 它只会不断的消耗中国的资源 所以中国只是换来了面子 而且这个面子还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真正的理子 真正实际的 暗潮汹涌的 就是军队 情报部门 这些都在家族的马力 在想方设法的抗衡中国 对抗中国 那么除了习近平 要去访问沙特以外 还有另外一条消息 是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 说习近平将在11月份 在东南亚 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时候 要跟拜登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那么这个消息 其实比去沙特访问 更加的劲爆 华尔街日报引述 相关人士的说法 说习近平这次去二十国会议 G20 是在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 这是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举行的会议 然后他还将前往泰国的曼谷 出席两天之后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 但是这些工作都是在准备阶段 还会有变数 不一定中美关系又发生什么 最后双方见不了面 那么这两条消息可以一起来看 一个是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要出访沙特 一个是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要出访东南亚 作为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什么意思 二十大不是稳了吗 北戴河会议已经有结果了吗 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无数的迹象证明 习近平二十大必然会连任 或者说他是大权独展 其实在大概一年前左右的时候 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讲过了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继续连任 另外一种他扶持一个傀儡 就像当年的普京扶持梅德韦杰夫一样 但是后来看到习近平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一直到现在悬而未决 这已经完全打破了之前的惯例 那就可以看得出他甚至连傀儡都不想找 他准备还是自己 How are you 怎么是你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中国没有别的路径 只会变得越来越像朝鲜 越来越走回头路 越来越闭关锁国 想论必须要提早论 否则的话未来是没有机会的 如果论不了 那要接受现实 不要生活在幻想当中 现在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这些在网上造谣的 编故事的都是不靠谱的 当然他们也有理由说 我们造谣是在打舆论战 我觉得特别可笑 就是他们真的把自己当根葱 他觉得在YouTube上做几个节目 然后随便编几个故事 就能够影响中南海的政治斗争 他们到底是老几 他们怎么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我们这些做媒体的 做自媒体的我们是评论 我们是分析 我们真的能影响政局的变化吗 我们能影响一两个小粉红 让他能够思想转变过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有些观众底下留言说 以前是粉红 看了我节目之后逐渐的开窍了 这已经是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 你还觉得能够改变中南海 你还觉得能够改变政治斗争 真的是毫无自知之明 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就像很多人骂我说我是汉奸走狗卖国罪一样 也同样在我看来就是在抬举我 中国的哪部分是我的 我能够卖掉呢 对吧 我怎么卖国呢 一定是当权者才能卖得了 你得手上有权力才行 所以说真的把我们这些做时评的 看作是当权者 或者是能够影响政局的人 这个有点太夸大 有点 如果他自己说的话 肯定就是在骗人了 在忽悠人了 在骗流量了 我从来不会随便编出一个 我认识的某某某在中南海工作的 然后他告诉我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恶心的 当然这个世界还是有一部分人 想活在幻想当中 不想认清现实 那么也会有这样的需求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自媒体 去服务这些人 做一个心理按摩给他们 然后就是打鸡血 就是在灌迷昏汤 也需要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你至少不能骗人 你不能又当又利 你不能给自己脸上贴金 说自己获得的信息 多么的国家机密 说出这种话来 那就是忽悠 我不反对这些人去讲这些内容 去编这些故事 但是我反对的是 他们不告诉你这是编故事 看不惯的是 他们非要说自己是多么有料 他们的预测多么的准确 但实际上过去的预测 几乎没有一个说准的 你既然编故事就好好编 就承认自己在编故事 但是如果你造假 你骗人 那不好意思了 对吧 肯定是有打假的人出现 就像今天的共产党政府 就像今天的习近平 你没本事就没本事 没学历就没学历 非要装出一个什么博士 让人耻笑 让我们说他是小学博士 对吧 如果你是禽兽 你就直接说你是禽兽 至少我们还会说一句 你还挺诚实的 对吧 但是你非要做衣冠禽兽 非要装成是多么的关心人民的几股 但实际上还是把自己的权力 放在第一位 这就让人瞧不起 这就是找骂 总之这两个传闻 访问沙特和访问多南亚 这已经坐实了 习近平在二十大将会连任 将会继续的执掌中国的政权 同时我们也明白 过去所有的幻想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会改良 会放弃习近平 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 他只会害了更多的人 让本来有机会逃离这个地狱的人 误以为这个地狱能够变成天堂 最终他们就害了自己 也害了别人 你做出任何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之前 首先你一定要认清现实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从来 他们的判断不基于他们的想象 他们基本上都是明白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的很简单 就是权力 因为他是列宁主义政党 他就是要夺权 他的目标很明确之后 他做的所有事情 不管多么没有下线 他都是朝这个目标去的 今天的美国也好 全世界各个国家也好 都应该认清现实 了解到中国共产党 是不可能有改变的 不可能变成像国民党这样 或者是像日本韩国这些国家 逐渐走向民主化 这条路对于共产党来讲 对一个极权专制的体制来讲 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仍然存有这样的幻想 那只会让对方利用你的软弱 利用你的绥静 就像过去几十年一样 不断的占你的便宜 最终当你反应过的时候 发现对抗他的成本 已经是难以承受了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